左手格挡住对手摆拳 右手顺势向对手下巴挥出致命一种 第一季肘击之后 紧接着用第二季肘击攻击对手头部 其巨大的威力基本不变 通过运用坚硬的肘肩攻击 不仅能产生两倍的伤害输出 还能造成下巴脱臼脸部骨折 或极其惨烈的伤口 肘部二连击伤害巨大的同时 还有一个优点 它更适合室内或者其他空间相对狭小的地方进行反击 俗话说宁来十拳不玩一招也由此而来 这一拳的主要力量是通过扭胯产生的 因为扭胯产生的力量是远远大于手臂与拳头的 所以扭胯平勾拳比普通平勾拳 能向对手额外产生300%的力量 而在击中对手的前一秒瞬间在旋转拳头 可将这股力量进一步增强 因为扭胯平勾拳有一个专体的动作 所以扭胯平勾拳更适合对手没有防备的时候 一招击倒